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朱子迁你好 Jerry 我知道你真的很忙 经常处于很忙的模式 不论你很有趣 除了主业 金融业 周围走 你是企业传信的大员 另一边就是很积极地行善 做很多慈善组织 大大小小 都会推动或者参与的工作者 这些火心 我都想跟你谈谈 因为很累的 做这些工作日常 你的账数也不容易搞 还可以腾出这么多精力 而且你跟我说 你最劲的地方是睡四个小时就搞定 我说这件事真是很惊讶 你如何把心去行善 你的动力维持得这么强和持续呢 其实应该是在以前小时候开始 当然我们也有参与去买旗 做很多样东西 以前我的心态做善事就是 我自己做义工 或者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慢慢慢慢 可能自己又开始公司成立了慈善基金之后 我自己的心态就改变了 我觉得原来当我们成为一个有少少有影响力的人 或者你有能力去做一个 即将它变成一个很大的回响 这个你帮到人的机会和层面是会更加阔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公司一说要成立慈善基金 我就开始着手 就会想 将来这个program 这个scale 究竟要做多大 规模要做多大 是的 这个规模 我就会觉得自己一直都会去想这件事 我最记得在2014年 刚刚申请完慈善基金开始 其实我已经第一时间 我就立刻问 究竟可不可以给一个机会我去发挥 因为我觉得 如果只是一对一去帮人 可能你是需要365天才帮到300多人 但如果我透过这个平台 即是有一个慈善基金的平台 我可以帮到更加多 当时我们就在很短时间 就籌备了 我猜是我们自己的同事 主要是我和很多外面有善心的朋友 一起做了这件事 就籌备了9个活动 很短时间 9个活动 然后就籌了400多万 这个慈善基金就是由0开始 就籌了400多万 到最大型的活动 即我基本上一个月就做一个活动 有些活动是几百人 有些是过千人 最大的活动是去到接近1万人 在那段时间9个月就帮了2万多人 用这几百万去接触到不同层面 去帮不同有需要的人 这个我觉得是我一个人生当中 很大的一个转捏点 你自己内发的能量和精力之外 我觉得很惊讶的是那种凝聚力 你会认为你的凝聚力 短时间之内可以集齐人 或者物资 或者所牵涉到行慈善的资源 你是怎样凝聚到回来的呢 你是单凡一人 还是有些方法可以感染到这件事 很快凝聚得到 这个真的很感恩 其实当我去做的时候 我都想说我不是这么有经验 因为你参与者多 你要做一个执行者、策划者 这个是很需要不同界别的人士帮助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强项 我只可以说 有些人可能在设计方面很强 居然就是因为我的想法 吸引了一班做设计很厉害的朋友 他们主动就说 你这么有兴趣 如果我去帮别人的话 我愿意用我公余的时间 或者用我多出的时间 我就帮你免费做设计 然后当我需要有很多奔奔抬抬抬 尤其是当我做到一个 一万多人的活动的时候 我当天的物资、物流的管理 我是有八万多人物资 我要安排如何在大陆混下来 很庞大 很庞大 我又会吸引了一班 可以搬运的 一些搬运公司 就是说的人缘 什么人物都有 有些朋友就说 我有个仓 我可以免费借给你 因为我不想将很多做小事 那你也挺得心应手 要什么有什么 其实那天是很感恩的 我很记得我有个老板说 你搞这个最大型的活动 是露天的 他说你怕不怕到时会有下雨 天工做不到你 是的 或者会怎样 我就说 如果我可以有能力控制的东西 包括人流 我自己去做管理 去做执行上 我可以控制的 我会去控制 唯独是天 我真的控制不到 所以我只可以说 我是用一个很平常心 我不是没有一个contingency 不是说没有一个应变的 不过我会不停观想 当日是一个很好的天的一个场合 到我当日真的做活动那天 不单是天气不冷 甚至可以说是天朗气清 有些夏天的感觉 我对很多受众来说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 或者最好的环境 去做一个户外的活动 这个就是我可能 我这么久以来 尤其是到现在 累积了由2014到2017 我每一年基本上 都会做几次的大型活动 慢慢开始做到一个口碑 然后我发现 原来虽然香港 都有很多慈善的团体 但是当你是否出自一个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 每次都搞一些新鲜的事物 因为我觉得捐钱 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团体 但是你怎样可以令到 别人很自愿性去捐钱 然后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觉得这个定位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应该说 我们不是完全的一个慈善团体 我们不是直接去服务他们 我们反而是作为一个商界 帮他们做一个matching matching的意思是 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人是有需求 有些人是有些能力去帮的 但是他们不懂得把这条线 如何拉在一起 而我们就做了这个中间人的角色 然后我们如何去帮他们 串联在一起 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因为我们发现尤其是我们一帮朋友 现在都很喜欢一起做善事 我们甚至会帮他们策划办一些活动 因为我们发现 香港不是每间都是最大的团体 有很多很小的团体 而他们是很用心想帮人 但是奈何 他们人力、物力都不够 甚至财力都不够 但是他们很想服务有这帮对象 于是我们就会帮他们 想一些市场方面 marketing 我们又要想到 那些老板或者捐赠者 他愿不愿意 他们都要 哪怕这个是一个 有少少商业味道的一个活动 的慈善活动 但是他都是真的用钱去帮人的 那我们就将它一个串联 所以我们一帮朋友 都是说 我们用我们 发挥我们的才能 有设计的人 就发挥设计 有一些人就发挥他 可能是在市场方面的策划 有些可能做媒体 那我们其实透过这个不同的渠道 我们将我们这一条team 就是愿意帮人的一个义工团队 就越来越壮大 慢慢慢慢 这个就会成为一个 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义 对我们来说 有意义的 那我们是没有包袱的 因为我们 不单止去帮他们策划 甚至帮他们 拿钱出来去做 这是我过往这几年的经验 所以在这几年 短短几年 其实我都策了大概 帮不同的团体 策了八百多万 真的很成绩 除了说 纯银马国陆体之外 你这个行线的初心 由第一日开始到现在都未减 回来 今集的嘉宾很好玩 你请来一位企业的掌台人 和他分享各方面管人 以及对于行线的看法 请回来 谢谢